欢迎收看爱车评团 这里是小夫的试车日记 今天整点不一样的 横池5 关于横池5的话题 一直在网络上都是比较热议的 但作为一个汽车区的up主 车以外的东西 咱们就尽可能不去谈 聊商品本身 因为这台车 我今天试驾下来的 给我感受其实还真的蛮好的 真的跟我之前预想的预期 还是相差比较大的 其实说回商品本身 横池5造车到底靠谱靠谱的 这种问题 在网络上一直都是有争议的 截止在7月20号网上 横池汽车官方就公布了 横池5的预售订单 其实已经超过了 三万七千多台了 所以这个数量其实是非常的庞大的 那关于它的产品 一个真实的产品 到底如何 其实我跟你们一样 也是一头雾水的 可是今天的一个试驾时间 会有点短 只有几个小时 所以就没有办法 给大家做很深度的测评 那我会围绕着三个维度 跟大家去分享关于横池5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它的研发背景 以及供应商的水平 还有科技部分 最后则是我的个人管理部分 先说第一部分 它的研发背景是怎么来的 特别是从去年上海车展 很高调一口气去公布 九台车的那个场景 我是非常惊讶 那个时候我是很好奇 横池它的纯电平台 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实有钱真的是万能的 可以买买 虽然它的纯电平台 其实是收购来自德国 本特勒3.0的纯电平台的 横池5也算是 这个平台第一款车型 那关于它搭载这个平台之后的 一个动态性能 以及这个感受怎么样 我们也会聊到 那说为它的设计本身 其实这个设计 我觉得还是蛮漂亮的 见了还是比较有特色 但其实这个设计并不是 横池自己做的 而是外包给了 中村史郎先生去打造的 那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呢 不是很熟悉 但没关系 只需要知道 比如说东云炸神GTR 还有英飞尼DI 以及五十零都是 中村史郎老爷子率队 去打造就完事了 所以在外观层面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东方特色的 整个外观方面 不管是前脸还是后面 都是比较柔和的 能够看到有一些流线的设计 所以让整个外观层面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那种 有美的感觉 然后这一台车 其实不管是视频还是图片 看起来都是不太显大 其实我觉得也是设计一个 比较好的功力 毕竟能够有一些流线的东西 能够让它看起来 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 但实际上这一台车的尺寸呢 它的轴距已经达到了 2780毫米 接近2.8米了 那在过去呢 在油车的世界 2.8米的轴距已经完全算得上是 中型车的水平了 那再加上它的车长达到了 4.7米 所以对比同价位区间的 传统车企的存电产品 它其实是要比 大众ID4还有管器本田 连接派移都是要大的 那类比于像油车的定位来说 其实它跟凯迪拉克XD4 或者说跟宝马的插伤 其实也是非常接近的 然后呢 其实在整个外观层面 我觉得最为亮点就是它在轮毂方面 轮毂了使用一个21寸的一个造型 所以呢 整体的视觉效果看起来是比较宝马的 当然这个款式呢 是用了一个低风组的一个款式 轮胎方面是选用来自于德国马牌的UC6 那这款轮胎其实很多的纯电产品都有在用 值得一提的是标配版本的是18寸的轮圈 但是像涨天的涨制 还有给媒体试驾这种试装车 都是21寸的 那至于18寸上车之后的 视觉效果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那可能这点需要等到正式上市之后才能够去揭晓了 好 那电影就是说它的供应商背景以及它的科技水平 其实呢 电池方面是搭载的来自于宁德时代的零酸铁锂电池 电池原来是72.8千瓦时的 在CLTC的工况下面它的续航去到了602公里 那我觉得这个续航的一个数字并不算太出色 但也不差 所以现在比如说像比亚比亚长安还有蔚来 很多新品一出来的话呢 整个续航已经去到了700多800多公里 还是比较长的 那600公里呢 其实并不差 那我觉得如果它能够做好那个续航的稳定性的话呢 其实600公里来说我觉得完全也是够用了 然后呢 充电的速度呢 从30%到80%需要28分钟的 注意哦 这里说的是30%到80% 如果从0%到80%的话是需要48分钟的 那我觉得这个充电时间呢可能再 可以再更换一下 因为现在很多的国产的电池一出来的话呢 从0%到80%基本上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完全充满了 然后电机方面是采用了博士联合电子提供了单电机啊 最大功率是150千瓦扭距呢是345牛米 从0到100公里加速时间是7.8秒 7.8秒这个数据呢 我觉得还行啊 然后现在很多的中国品牌的运动型轿车搭载1.5T的发动机 基本上也能够做到这个加速的速度甚至是更快 油车的7.8秒跟电池的7.8秒是 体感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那像小排量过温增加发动机 它必须得靠高转去压取马力 同时呢也是需要变速相比较绵密的持比去提升这个加速能力的 那电车的7到8秒这种级别加速的一个能力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友好的 因为毕竟对于主驾驶也好 还是对于后排程的样都是比较友好的 那一方面来说呢 能够保证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比较轻快的加速的体感 然后呢乘客来说呢也是比较舒服的 虽然说对于那种动不动就三四秒级的那种加速级别呢 你开会很爽 但是对于乘客来说呢 哇那种拖拽感渲染就太强了不太友好 另一方面就是它本身它的平台呢是搭载德国本身类的车电平台 那德国人造车的风格呢 一下子都是比较喜欢能够倾向于调整更接近油车那种很平顺的感觉 这一点呢从大众的IT室啊 还有宝马的i3就能够去看到端立了 哪怕是德国人造电车也是希望能够调得很平顺的 所以呢恒守其实也会继承到这个特点 好了那提到科技部分呢 我觉得比较有亮点就是它搭载了车规级的815芯片 那815芯片可以说是目前能够买到最好的车规级的芯片了 所以呢在车内能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屏幕 整体的长度达到了1米2 总共呢其实有三块屏幕的 分别是主驾驶位附驾还有中间 主附驾两块屏幕都是10.25英寸的 中间的那块呢则是14.6英寸 它是支持三平联动的 其实应用的产品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附驾它可以帮主驾去设置导航呢 或者说看到一些比较好看的视频就能够通过三根手指一滑动就分享到中间的屏幕 还是比较实用的那这些智能做餐 我觉得体验也算是在目前的这种主流产品当中的一个平均旋的一个水平 然后呢其实除了这些功能之外呢 它还有OTA远程升级啊 手机APP远程启动啊 以及AR十斤导航还有人脸识别这些功能的 那除了这些大路货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L2.5加级别的一个选装包 其实相比于L2级别的话呢 它所谓多了0.5加的级别就是 能够通过高清地图啊 单步摄像头啊 以及毫米波雷达的帮助下面 在高速当中能够辅助你去实现变道超车的 那这功能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 特别是对于家用群体比较干须的那一类人群来说呢 比如说交给老婆去开他平时开高速的话 有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 那在车厢的份我觉得用料还是蛮不错 还是比较高级的 这点还是需要实话实说的 我也是能够为此负责 能够看到其实它在整体的一个中控屏幕的周边 有一些镀铬的边边那些饰条去装饰 还是蛮漂亮的 然后呢在中控台上方呢 有皮革加缝线的包覆 手感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在A柱以及顶棚啊 都是用上了类似于Arcantella的那些发麻皮的材质 所以呢坐在前排还是后排 其实整体那种氛围还是比较高级的 好到了路视环节 我相信大家呢也会非常的期待 横食第一款自行 造出来在整个动态方面的一个表现 到底是怎么样的 其实呢 试完下来可以先给结论 其实还真的挺好的 你别不信啊其实我可以为以下的所有言论去负责的 那首先是人机空人学方面 因为很多的造车新式呢 特别是第一款车啊 在人机空人学方面我认为都不是太合理的 那横车5呢其实不管是你去调节这个方向盘还是调整 我认为都是比较舒服的 那我的脚部呢也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去摆放 手呢也能够找到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去摆放 加上这个方向盘它是真皮的 所以手感会非常好 然后呢当你去 转动这个方向盘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它很紧致 矿量并不大 因为很多的纯电动车型啊 因为它那个 电机都是那种 电子转向嘛 会有点需要 电子味道也比较浓 那这一台车其实转动起来会很紧致 所以呢它的一个指向性都是非常清晰的 开的是很爽的 所以论这个方向盘一个指向性的话 我认为是能够长时间愿意去开它的 然后呢加上它整体的那个底盘的气感呢 也是非常的紧致的 特别是过那些铺转路面不太好的那种路段的时候呢 它对于滤震的处理还是比较柔和的 但又不至于说太转或者说太硬 整体那个处理的动作还是比较均衡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拍摄特地选在 大学城的外玩路 其实现在大学城的路段呢 我觉得扶转路面其实并不算太好啊 哪怕要过这些 比较深的这些井盖的时候呢 整体的动作还是比较柔和 比较Q弹的 这种悬挂的设定呢 会是我比较喜欢的 其实类比于轿车来看呢 我觉得它跟北京现代的索纳塔啊 甚至是本田的雅阁呢都会很相像 也是那种比较有质感的那种悬挂的动作 它也同时做了四个驾驶模式 分别是舒适标准运动跟个性化 哪怕我们现在是放在运动模式下面 它电机输出的动力会比较直接嘛 那当动能回收介入的时候呢 也不至于说有很强那种拖拽管 那整体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表现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柔和的 同时呢加速套板的一个加速力度 还是比较轻快的 所以呢开起来还是比较舒服 而在乘坐方面呢 我刚刚呢也特地在后排的试了一下 那整体的一个空间表现呢 我认为还是比较充裕的 腿部空间头部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 所以呢在18万左右这个价格 我认为它的一个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 那这一点呢我是完全想象不到的 因为在试驾之前呢 我对于这一台车在静态 以及动态方面的表现 还是有很多的疑问 那通过今天的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试驾 我认为很迟伍 在18万元这个价格 还确实还蛮有惊喜感 好第三点就是我个人的看法以及观点 从最近一个不太平的战争 就告诉我们 谁拥有能源 谁就掌握这个世界的话语学 其实从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来看 其实并不是太合理的 能源的储备也是比较短缺的 虽然说在实现能源的形式上面 有很多的形式 煤炭发电啊 核发电啊 风发电都是可以的 但是电能它始终都是没有办法去储存的 所以白天的电价就注定要比晚上要贵 那有没有一种工业制品呢 能够跟这种现象完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闭门 白天工作网上充电 说白就是纯电动车市场 中国人呢 做碳中和呢 其实是逼自己去进步 因为我们谁都不想被吸翻 有一天被掐着脖子里 那这种想法 其实欧洲人也是这么想的 日本也是这么想的 其实照着这个角度去看呢 纯电动车市场 它一直都是前情可期的 蛋糕也是可以越做越大的 那这种现象其实会有点像在中国20年前房地产爆增前的样子 大风经济在推动我们每一个人 毫不例外都会被迫卷入到大时代烂的当中 被迫去推着往前走 因为国家要发展它必须得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 可以说是整个产业的一个延伸 那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30年的时间里发展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所以说可以说是房地产去推动城市化 也可以说是房地产间接推动了现代工业化的一个历程 那这么快的一个时间节点呢 也可以说是像恒大这样的一个大企业 它能够率先去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前章性 所以我也想是可能它选择划界造成一个原因 但很可惜这一次试驾时间可能会比较短 所以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做更深度的体验 所以关于它后期的一个续航的稳定性啊 整车的可靠性就在这里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做点评了 但没有关系 那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后期也会持续关注的 然后最我想说的是像这类的民族品牌 我是由衷的希望他们能够脚踏实地 在新能源这条赛道越走越远